大家好,我是科幣投Crypto 比特幣和以太坊短線已經出現了機會 如果你跟我一樣,手上還持有多單的朋友 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呢? 如果你感興趣 我們一起繼續看下去 其實批准比特幣期貨ETF的是納斯達克交易所,而不是SEC 也就是SEC,他也有可能 在要上市的前幾天或者是當天 就取消掉 比特幣期貨ETF的上市 這絕對是有可能的 而且根據我的觀察 其實 這個利好他已經兌現了 也就是他已經反映在價格上了 所以接下來如果這件事情只要有任何一點點 不如預期都會 可能產生回調 當然回調的力度不一定會很大 怎麼說呢 第一個是 我們真正上市的那天有可能會遇到 利好出境的狀況 就有點像是 Coinbase上市之前 比特幣狂漲 那上市之後呢 我們馬上迎來了暴跌 那接下來 第二個隱患就是 SEC他也有可能 否決掉 比特幣期貨ETF 就在上市的 前一天前兩天或者是當天 所以 這就是為什麼 我會把我的多單的 防守 止盈 保護性止盈 往上移動的原因 那我們現在呢 一起看回比特幣的盤面 現在我們先看到四小值級別的盤面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 突破了 擴張楔形 之前就已經突破了 我之前有發影片說這是一個三重突破 那我們突破之後呢 其實現在 我們依然可以視為它是一個回踩 因為它 已經在 擴張楔形的上緣得到支撐而反彈了 它並沒有跌回到 擴張楔形的 下面 這條線只要還撐住 那我就認為這個突破它就是一個真突破 而且你可以觀察量能 它其實是有放出量能的 那如果你要 做空的話 我個人是 不會在現在做空的 如果你觀察量能 或者是觀察盤面 現在都沒有任何做空的理由 即使 有 看空的原因 但現在沒有我 做空的理由 如果現在做空的話 一定是左側的交易 好那我們再切換到比特幣的一小時級別圖表 比特幣的一小時級別圖表呢 各位其實可以很關注這條白色的 的上升趨勢線 我們已經有三個接觸點了 如果這個上升趨勢線被跌破的話 那 一小時級別的單子其實都可以 分批的離場 甚至是止損 因為我們很有可能 會有一波 小的跌幅 而且現在比特幣也有點乏力的狀況 我今天下午由在Telegram發布 我們現在在一小時級別形成了下降 楔形 那這個下降楔形 在教科書上它是看漲的信號 那有人可能就會說啦 它不是已經突破了嗎 在這個點位 這就是為什麼要看盤 因為 價格往上突破 不代表它就是真突破 你可以觀察量能 請問現在有看到 巨量嗎 沒有放出巨量嗎 我們在 突破的時候放出的量能 並沒有辦法改變 我們自 這個形態 形成 的初期 以來堆積的量能 我們至少要見到一根 超過原本量能很多的 一根能量柱 我們才能確定它就是突破形態的 如果它沒有放出量能 那我們就可以認定它還是在形態之內 也就是我們現在呢 依然在 這個下降楔形之內 只是我們可以改變一下我們的畫法 說不定 我剛量化 就是有偏頗的 可以改變一下 趨勢線的角度啊 你就會發現 其實沒有突破是不是 好那我們來很快看一下以太坊 其實以太坊還是非常弱的 現在 說是比特幣 繼續一支獨秀的時候 也一點都不為過 我們等一下就會探討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切換到4小時級別啊 你可以發現 我之前講的 基本上是完全正確 完全命中啊 我在突破頭肩底的時候 進場做多 然後呢 我在什麼地方只贏了 部分的倉位 我就在通道的上緣 我之前有 非常明確的 提醒到大家 我們這次很有可能就是進攻到通道的上緣 這個通道我已經用非常久 每一次都非常有效 那這條藍色線呢 是前期 壓力支撐互換的地方 但是現在出現了一個什麼 令我比較擔心的情況呢 已經出現了有可能的頭肩頂 你看這個位置 它是不是 有可能出現了一個頭肩頂呢 如果這個頭肩頂 它被跌破的話 那我 會再繼續平倉 我的以太坊多單啊 我以太坊 平倉的時候 大概是賺著一個 130幾%的收益 吃到了大概6點多%的漲幅 算是蠻不錯的 而且你可以發現 為什麼這條 支撐阻力會這麼有效呢 你看這個點位 我們今天凌晨達到的低點啊 就非常非常接近 我藍色 所畫的支撐位 所以我們踩一下支撐就繼續往上走 那現在呢 我們又回來 繼續測試 我在藍色線 所畫出來的支撐 那我的防守指引呢 也就在藍色線下面 那我們看到以太坊的 一小時級別 其實現在以太坊 在一小時級別已經出現了 上升擴張楔形 那這種擴張楔形 它通常是在多頭行行的末期喔 如果你看過教科書跟 比特幣一樣 它如果跌破這條趨勢線的話 我會在 平常我部分的 以太坊墮丹 入袋為安 但是日限級別 我們有什麼很值得注意的形態呢 我們可以看到 日限級別的帶餅悲壯形態 我認為這個形態 它是成立的喔 因為它不像比特幣一樣 比特幣它左邊的杯源呢 是比 右邊要高出很多的 而且 這是杯源嘛 那比特幣走出來的 它是這種形態 這種形態 它左邊已經超出太多了 我就不認為它是一個 非常漂亮的杯餅 但是以太坊呢 我們很明顯 在左邊的杯源 就是我們的最高點 那在 中間 杯口的地方 它也是達到的最高點 它並沒有 突出很多 那我們現在呢 正在杯源掙扎喔 如果我們可以突破這個點的話 我就會認為我們這個形態是已經 成立了 當然 我們都需要有量能的配合 如果你現在在選擇交易所的話 我非常推薦BigGAD交易所 你現在入金可以享有100U的體驗證金 那 Bybit呢 這是非常順滑的交易所 你現在入金可以享有1645U的交易證金 而且還有Songbit的活動 我們現在在比特幣 一兩萬的時候 也就是 我們大概在 去年的 11月12月 的那個時候 它就有畫出這個圖 所以我可以見證 65000 是它之前就已經講好了 我們完美碰到 上方藍色的趨勢線 然後就往下跌 但是我認為這個圖表它 最有價值的地方 並不是在於它預測的功能 而在於什麼呢 它告訴我們 我們一個事實 這兩條藍色的線 你不難發現它都是 對數的 函數 如果大家還記得 高中數學的話 這個非常接近對數的函數 它意味著什麼呢 我們每一輪牛市 它所需要的 每一輪牛市 到頂峰所需要的時間 在不斷不斷的拉長 第一次 我們很快就到達頂峰 那第二次 我們花的比第一次 時間更多 那現在第三次 花的 又比前兩次還要多 所以 可見了 我們每一輪牛市 到達頂峰所需要的時間 是不斷不斷的延長的 但是呢 我們價格的 往上漲的幅度 卻不斷的縮小 我們在第一輪牛市 我們大暴漲了 那我們第二輪牛市呢 很明顯 我們的漲幅就比 第一輪要小 接下來我們看到第三輪 第三輪它的漲幅 很明顯 是比第一輪跟第二輪還要小的 這就是這個圖表 它有價值的地方 並不在於 它 精確點位的預測能力 那右邊這張單子呢 是我 以太坊的多單 我平倉的時候 我大概在 收益率130幾 140幾的時候 平了半場吧 而且 我開單的時候 我都有在Instagram 即時的發佈 我的開單消息 跟開單原因喔 相信大家 有做到 做到這張單子 應該是非常開心 很感謝 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的頻道已經到達了 1萬訂閱了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到這個圖表 這個是比特幣市值的占比 也就是 BTC點滴 藍色的線呢 它顯示的是 比特幣的價格取過對數值了 那下面 橘色的線 它顯示的是 比特幣的市值占比 也就是 BTC 我們可以發現一個事實 什麼事實呢 每一次 比特幣 創出 最高點的時候 比特幣優勢指數也剛好是 在 內倫牛市的 相對的最高點 好我們 先重新梳理一下時間線喔 我們在減半之後呢 牛市的中間 我們會迎來一波很大的 山寨劑 你看這波山寨劑大不大 這一波山寨劑大不大 它都出現在牛市的中間 牛市的正中間 然後呢 山寨劑會因為什麼事情結束 會因為 Bear trap 熊市陷阱 你不要小看這個 這是取過對數的 我們當初在這裡跌了 40幾% 很可怕 那我們對比到這裡 是不是也一樣呢 我們在牛市的中期 出現了很大的山寨劑 很大的山寨劑 然後呢 我們就出現了一波 很巨幅的回調 519 前後大概回調了 560個百分點 絕對是有的 那我們在這裡呢 也非常相信 我們回調了 340個百分點 我們回調之後 然後呢 我們就 比特幣優勢指數就觸底了 所以可見我們在這裡 它也是觸底的行為 觸底然後呢 我們就反彈了嘛 就反彈 開啟了一波單邊行情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可能會覺得 疊這麼多的熊市要來了 大家都把 山寨幣換成比特幣 就造成比特幣優勢指數上漲 然後比特幣跟著上漲 開啟牛市的第二波 然後呢 第二波 比特幣到達頂峰的時候 比特幣優勢指數也剛好到達頂峰 所以可見啦 我們接下來走的行星 可以推理得出 接下來 比特幣優勢指數會繼續上升 那比特幣的價格呢 也會漲得比山寨幣要更好 然後 比特幣優勢指數到達頂峰的時候 也剛好是 比特幣的價格到達頂峰 所以可見到時候走的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到達頂峰 然後這邊也 跟著一起走 到達頂峰 然後呢 我們就 非常巨幅的回調 巨幅回調了之後 接下來就是山寨幣季節 如果我們看到 13年那一輪的牛市其實也是一樣的 我們比特幣優勢指數 創造出最高點的時候 也剛好是 比特幣價格的最高點 所以 各位如果想逃頂的話 一定要觀察比特幣優勢指數 那有朋友就會問啦 山寨幣季節什麼時候才會來呢 其實我有回答過非常多次 其實就是多投行情的末期 多投行情的末期就是山寨幣季節 所以 你可想而知 當山寨幣暴漲的時候 很有可能就是多投行情要結束囉 牛市要結束囉 所以各位一定要小心注意了 接下來 最後 我們看到資金費率 其實現在資金費率是高得非常嚇人啦 如果 資金 資金費率是在你的交易系統的話 那你要關注一下喔 也就是我現在做多會變得比較保守 你看 FTX的資金費率來到0.04 這很可怕 你光套寶就可以賺多少錢 然後Diribet 到了0.063 那Bybit呢 預測費率也到了0.05 非常高喔 帝安 的比特幣也是高達0.04 那以太坊 也是非常高喔 非常誇張 加密貨幣行情巨石孝星 如果你不想錯過下一個交易機會 請按下訂閱按鈕 並開啟小鈴鐺 加入YouTube 最賺錢的比特幣 中文頻道 按鈕